未來F5馬上就要出現 F5是誰 它是第五嗎 台達電行 它是那時候 台達電目前為止是全市 就全台灣 目前市值衝破上兆的第五家公司 台達電我必須要講 如果對股民 尤其是存股族來講 你搞不好把台達電 跟台積電比一比 台達電的這個份量 不輸台積電 這一次我們看到輝達的 黃仁勳到台灣來 他還特別點了一家公司 叫台達電 這個是它有很多的一些 比如說台積電 然後你看他講了廣達 講了鴻海 然後等等等等 但是在電源 在儲能三熱 他只點了台達電 好這一點不得了 點石成金 我們來看台達電已經破兆了 他的市值第一次突破兆元 他來到了台股市值的第六大 那特別之處在於 他們換了董事長你知道嗎 好我們看到是鄭平董事長 他才剛接一個月 馬上兆元市值 幫他加值著他的底氣 鄭平也很特別 當初我們看到鄭崇華創辦人 交棒的時候沒有直接交給兒子 他交給了海英俊 好那當時他在考驗他兒子 但是考驗通過了之後 海英俊的董事長位子 又讓給了鄭平 好那到底台達電接下來 他突破了兆元之後 下一站在哪裡 我們覺得下一站 有沒有機會挑戰台積電 我們就值得拭目以待 現在在台股大家都說F4 其實志昱你知道嗎 未來F5馬上就要出現 F5是誰 台達電 他是那時候台達電 目前為止是全台灣 目前市值衝破上兆的第五家公司 所以大家眾所期待 為什麼來 我跟你講 外資總是想要分架貴 我們看一下外資怎麼催淚 那外資從美銀 賣格林一直到高盛 高盛目前調得最高 從415已經給他調到430 但是大家到目前我只知道 其實台達電股性一向比較 牛 牛 溫吞 但是很溫透 台達電 我必須要講 如果對股民 尤其是純股族來講 你搞不好把台達電 跟台積電比一比 台達電的分量 不輸台積電 過去十年來 在台灣股民裡面 完全每年都配股 而且配到幾乎一樣水準 是台達電不是台積電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台達電它是老牛 老技福利 但是絕對是溫透透 所以在這裡面 未來有沒有可能來到430 現在他在這個正評一上來 接班一個5月30號 剛宣布選他當董事長之後 真的好的平台做給他 外資都不算 誰最重要 三兆男 那個男人這比較重要 站在他的旁邊 背板有你這個台達電的 這個logo 這比較重要 這位就鄭平先生嘛 對 那這是這張照片很重要 每一個跟黃仁勳推出來 跟他在Computex展合照 必有他的原因 現在鄭平他這一家台達電 也是GTC 3月份的時候 GTC唯一請到 這個黃仁勳GTC大會唯一的 電源管理模組 散熱的唯一的廠商 也是現在這一次你看到 44家背板 43家44家背板 唯一出現跟散熱 有關的 雙紅的不是喔 其實是他 別人在裸泳 只有他是真的是穿泳褲的 那他就在上面貨真價實 這些全部都是台面上 做給我們這位 新接班的董事長 那鄭平他自己本身 其實也不打算只是這樣 Computex展他這次有直接講 他未來願景就是雲端到邊緣運算 全部通通都包含在他裡面的 包括散熱以及電源管理 那現在他主攻大家都知道 其實前一波段是電動車 那電動車今年因為那個Tesla 比較慘嘛 所以其實不只是這個 所以他現在AI跟這個伺服器 散熱電源管理模組 也是現在主要的一個重點 但現在在他手下太子 剛接班上來 他第一個就是跟TI 也就是德儀 他一起目前就已經開始有個LAB 一個聯合實驗室 到時候接工 接下來包括布局電動車 那個彈化架 這些部分他應該會全部推出 可是我想很多人想說 鄭平坦白講你姓鄭 那你老爹叫鄭崇華 我難道不知道你會接班 你總有一天會接班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朋友 這就是你不知道的地方 他差一點點 我不應該講差一點點 其實鄭崇華董事長 他是屬於老一派的 他為什麼盯著這個鄭平 他盯了20年 而且到底要不要讓他接班 考慮了20年 不是因為姓鄭 你就有機會接 來 我們跟妳講 鄭崇華老先生 如果你接觸過他 他是個非常嚴謹的人 而且他就是崇拜聖人 我跟你講 他就像是那個李國鼎 那個孫韻璇 我們以前在訪談他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不要看老先生 看起來很可愛 對話三句 你不到位 根本沒有準備功課 你下這個幾年之後再來問我 我跟你講他就是這麼嚴格 他會這樣跟記者洗臉 他的兒子跟他是兩回事的人 我跟你講 他從小因為爸爸很忙 兒子常常見不到爸爸 兩個人是不對盤的 所以那個名字叫鄭平 你就知道 他爸爸對這個小孩子的看法 大概是什麼樣 小孩子喜歡養殖農業 他當時考上了屏東養殖農專 他就是喜歡這樣 因為你在那個地方 悠游自在跟動物相處 不必去見他 臉上垮垮的老爸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時那個其實海英俊先生 是我們業界非常有名 花旗當年 這個挑選非常台灣的知子精英 像跟宋雪人同一代的 是海英俊先生 專業經理人 真的是很了不起 很棒的一個專業經理人 那他在那邊跟著 這個鄭從華先生 他們那個這個話先生說 AI真的是這麼 現在才來 我實在是年紀太大 捨不得退休 可是已經退休了 該怎麼辦 只好交戒 那交戒2012年的時候 交給海英俊 因為當時鄭平還 這個爸爸的看法 兩邊父子 爸爸對兒子的要求很高 我們也是有血緣關係 可是我們的觀念想法太離譜 那後來你知道他在平東農專 他各搞各的喔 他從小到大他就是這樣 他爸爸有他爸爸的看法 他有他的看法 後來他自己也去做養殖業 而且非常比他那個所有的 平東漁溫都認真 你說他在養蝦 我跟你講他養蝦 他本來我跟你講他的打算 我要去做泰國的養蝦大王 所以他其實是把平東 那當地很多的養蝦養殖場 沒有人知道 他是個千億的富二少 只知道他叫鄭平 然後後來他真的跑去 做了養殖蝦 本來差不多快養殖好了之後 結果碰到一些餘溫餘災 然後他老婆又剛娶 最後只好摸摸鼻子 什麼都陪了 還是回到他的這個 養蝦失敗之後 養蝦失敗之後 還是我們回到我們 回家去接我家的事業 對 我們這個台達店 真的太大的一個事業 那接班怎麼接班 看了他20年訂了他 先由海英俊一步一步帶他 而且我跟你講 當時鄭從華對他的兒子 是很有看法的 所以一進來的時候 不是讓你當科長 他沒有空降去直接當什麼 通常第二代 都會當董事長特助 是 然後科長特助 沒多久生了那個步驟 就接班了 沒有 他第一份工作在幹嘛 製造部 我跟你講真的好聽的 生產線 重點是他1998年 直接把他踢到大陸 直接讓他跟大陸 我跟你講這一段 是非常重要 爸爸知道他 因為他怕看到他爸爸 他們父子之間很困難對話 所以直接讓他去管東莞 還有像是江西無疆 有一些那個廠 直接讓他管 難管考驗你 你不要看他什麼科長部長 他到當地 他跟當地中國人的那些員工 一大堆赤龍赤鳳的 一起在睡覺 坐在同一通鋪的出色 跟他直接發心思 那鄭平這個人有個最大的特色 他很磨人 很囉嗦 他比員工還囉嗦 一個一個談 談到後來整個部分 從油虧轉營 至少成長了37% 整個完全轉歸為英 他才調回中國 才調回台灣 然後開始2008年才開始進入了 台達電的系統 所以不是你姓正 你就有辦法去接班 本來我差點要交給姓孩的 那現在如果經過這幾年的歷練 開始英文跟各方面 而且這次Computex你不要看 為什麼這次能夠縮動 黃仁勳不找其他人 只找鄭平去到了GTC 你就知道這太子的定位 從他以前在大陸的那段歷練 真的有這個能力 而不完全只是想望養蝦 你就證明原來不姓正一樣是可以接 但是他姓正更能接 而且直接接到三兆能身邊 未來我相信台達電未來發展 恐怕是F4真的有機會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台達電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企業 我們護國神山群當中有他 千萬不要忘了他